白宫农妇米歇尔 2012年5月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处女作《美国是栽培、白宫菜园和全美菜园》的故事,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用充满生活细细的图片和故事,讲述了米歇尔达里白宫南草坪菜园的经历。 故事要从2009年3月20日说起。 当米歇尔和丈夫搬进白宫新家后,便决心开始驻守开辟房前的一块烤瓶。 种上西红柿、玉米、萝却、土豆,当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在白宫门前发芽生根。 米歇尔也开始了自己的白宫农妇生活。 他在书中坦言,自己原本对园艺和种植一窍不通。 经过亲手打理菜园,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也收获了喜悦。 其中穿插住各种趣事。 三年里才收获了五个南瓜。 白宫地里种出的哈密瓜样子好看但味道平平。 有意思的是,白宫菜园内,甚至有一个蜜蜂巢。 其自产的蜂蜜,不仅上了总统的饭桌,还被送给各国领导人。 米歇尔在书中透露。 丈夫奥巴马常抱怨说,这个蜂巢离他的篮球场太近了。 书的全部章节根据季节来划分。 让读者体验从播种到收获的自然回宣。 米歇尔还带领读者穿越历史。 回顾了历任美国第一家庭开辟的白宫菜园。 作为米歇尔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 他也邀请了白宫园艺和厨房团队参与。 分享最难忘的白宫园艺故事。 还有白宫大厨透露的秘密食谱。 事实上,白宫菜园本身早次被米歇尔打造成为一个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大本营。 米歇尔曾多次邀请各地的小学生,来白宫菜园劳作。 参加户外运动。 还组织对适龄儿童的父母,进行健康饮食相关方面的知识培训。 让孩子们喜欢上健康食品。 同时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身体。 白宫助理厨师长卡斯说。 菜原子的蔬菜绝对天然。 从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等。 孩子经常被第一夫人邀请到白宫参加蔬菜种植和收获。 一些孩子不喜欢吃蔬菜。 而亲手采摘的蔬菜就不一样了。 正如我们种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可能成长为让人惊叹的事物。 孩子们也同样具备这样的潜质。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亚马逊购物网站上,美国是栽培获得了4.2星,满分5星的读者评价。 大多数读者认为,从专业水准上看,这是一本入门级原艺书。 不过它足以帮助原艺新手们开个好头,鼓励更多城市人亲近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白宫菜园每年能收获约450公斤的新鲜食物,其中一半都会送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而这本书的定价为30美元。 所有利润将捐赠给美国国家公园基金会。 据国际先驱导报。